我这里勾到了这个长度,我们就开始断线 这样或者这里做引拔针 把线藏一下 这个线的话大家就是顺着这个纹理 找一个稍细的勾针 来吧 出来 来吧 这个绿子 尽量的把它藏到这个短针的地方 好,这样可以了 好,这个包包的包身就完成了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包袋 包袋的话,我就是这里 就是又勾出了这样的 大家就根据自己勾的包包的大小 来看一下你需要勾几个这样的小袋子 我这里是勾了六条 这个小的话,我看一下 这样对折 取这里一起可以 就取短针 两个七宝针中间的短针 一,二,三,四 这四个就可以 然后把针拿过来 从两个七宝针中间 这个短针 把线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把这个线放在 这个线的上面 绕两圈 勾一个锁针 固定一下 等会儿再把它藏一下就可以了 把线拉长 然后还是勾这个七宝针 这里呢,我是勾出了三个 这样连续勾出了三个 三个之后呢,就断线 大家也可以勾四个 五个都可以 然后再勾出 一,二,三 一共要勾出四个来 就这样 挑中间这个短针上勾 然后这一侧呢,也是这样 取一,二,三,四 对应的 然后你可以这样 把你的包包这样对着一下 看一下取几针 因为这个包小 所以取了四针 四个,四条 如果是大的话 你可以六个 六个八个都可以 好,这里两侧的这个小辫子 勾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之这个 上面这个包带 大家如果说 不愿意用这种包带的话 也可以直接 如果你用的粗线骨的话 就直接打一个结 然后把两侧这样 记起来也可以 这样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下面的勾法 这里呢 留线 大家稍微留长一点 勾一个锁针固定 勾两个辫子 两个辫子勾完 大家直接在第一针里 勾出一个短针来 看一下 在它侧面有一根线 我们挑这根线 把线勾出来 继续勾一个短针 短针勾完 又出现了这两根线 就这样一直重复 挑侧面的这根线 这样一直重复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看一下 我这一款呢 是用的双骨的线勾的 有点粗 这里呢 是用的单骨 给大家演示 勾的话 大家看一下 勾的也不用太长 因为中间呢 我们还要缠一件 就是缠在这个线上 稍微的这样缠一下就可以 你看一下 你需要缠长的话 缠长的话 你就少勾 如果说是这里缠短的话 就是多勾一点 好 勾完这个虾面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虾面 放在包包上 把它连接起来 这里呢 我已经尝好了一个 看一下它的方法 然后留在这一截线 放在上面 这里缠的话 如果说想多缠 就这里的距离 多留一点 这样对着过来 开始的话 就多缠几圈 线比较细 所以不好缠 如果说大家用的是 棉绳线 就是那种挂毯线的话 就比较容易缠 缠出来的话 非常平整 就这样 一直缠到 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把 这些线头都剪掉 缠到快结束的时候 把这一节线 给它剪掉 缠到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刚才的线头 给它剪掉 之后呢 继续把它缠到里面 缠几下之后 我们把它打一个结 再继续打一个结 固定一下 最后呢 我们用一个针也可以 用这个钩针也可以 把它藏在里面 藏的话 尽量藏在这个 短针上 最小疙瘩上就是 这样的钩钩 然后再继续打一个 再继续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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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线剪一下 也可以了 看一下 这个包包呢 然后就可以完成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